美國著名靈媒預測2024年將會發生生不可測的變化 我們將會進入未知領域 這種新的模式轉變 令我們看到即使有戰爭和苦難 但是還有一個更宏偉的計劃正在發揮作用 在混沌中充滿變化 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今天和大家帶來美國靈媒 朱迪·凱文利在2023年12月13日發表的2024年預測 朱迪在南非出生 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定居 他擁有多重身份 不僅僅是一位美國教師 同時仲身兼占星家 作家和預言家的身份 雖然很多人對朱迪並不熟悉 但是他在美國、歐洲、以色列乃至印度的知名度都相當高 朱迪曾經正確預測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 第9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Paris Hilton的BB 俄烏衝突 馬克龍在法國連任 新委成成為英國首相 小馬可思當選菲律賓總統 尹錫悅成為南韓新任領導人 第94屆奧斯卡金像獎得獎者 美國國會通過總統的基礎設施法案 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等 下面先和大家分享朱迪對2024年美國的預測 其中包括大選、經濟、民生、科學巨頭和自然災害等等 朱迪說 2024年的選舉將會充滿驚喜 拜登在2024年第一季將會面臨艱難的局面 這樣包括應付經濟、烏克蘭和以色列戰爭 以及各族總統的候選人 拜登的民調支持率將會下降 美國前總統約翰·金乃迪的弟弟 羅伯·金乃迪的第三個兒子 小羅伯·金乃迪 將會奪走拜登連任的選票 2024年的選舉年將會充滿驚喜 拜登和特朗普在選票上 重新開賽的可能性 仍然有待觀察 特朗普和拜登的對決 正值美國對經濟、犯罪、佔銳的政治分歧 和海外戰爭感到擔心的時候 選民很有可能呼籲新一代來領導美國 特朗普將會出現輕微的健康問題 但仍然會繼續競選 對於這位前總統來說 這將會是艱難的一年 民意調查將會顯示 他在大多數搖擺州份領先拜登 即使特朗普面臨許多法律困境 但是由於選民對拜登的不滿 美國人似乎願意再給特朗普 一次入主白宮的機會 同時他們也承認 由現在到選舉日之間 可能會發生很多變化 特朗普也將獲得他的共和黨支持 作為共和黨 贏回橢圓形辦公室的最佳人選 特朗普總統可能會考慮以下共和黨人之一擔任副總統 包括斯蒂芬尼克、克利、蓬佩奧 或特拉克利夫 民主黨將會試圖透過 為在美國多年的非法移民 開闢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 來修復他們在拉丁銳選民中的地位 拜登將會與國會共和黨合作完成立法 眾議院將會繼續限制民主黨的支出 而拜登政府將會透過州和地方的激勵措施 增加中產階級家庭經濟適用房 即是政府資助房屋的供應 這將會鼓勵地方政府改變分區法 擴大並改善聯邦對家庭發展的融資 美國將會部署更多的安全邊境人員 電子和監測設備 攝影機和無人機 來保護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 共和黨禁止墮胎 和不允許各州將婦女生育 自由偏入發點的措施 將會令他們在即將來到的選舉中 失去一些選票 但是如果他們繼續關注美國經濟 他們將會做得很好 加利福利亞州 仍然將會面臨高昂的生活成本 油價上升和暴力犯罪 不過該州 將會投票給5名共和黨人回歸 俄羅斯、伊朗和中國 可能會在2024年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進行新的電子干擾 美國國會可能很快就會修改總統選舉人票的點票法 洛杉磯、橙院、聖地亞哥、阿拉斯加和三藩市 將會發生黎克特制5.8級至6.4級以上的地震 美國更多州份將會採取措施預防洪水 並為風暴災民、水災、海蹄和火災籌集資金 加州、佛羅里達州將會經歷大雨、強風和潮直 舉風季節將會對新奧爾良、佛羅里達州部分地區 造成嚴重破壞 加州的山火也將會猖獗 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將會停電 中國經濟有起有落 當然中國將會以舉國之力 盡量避免經濟衰退 但是北京這種為實現短期振興 而採取的刺激措施 即使有可能令中國經濟增長加快 但是由於房地產業過度建設 和銀行業令人擔心的債務 該國的長期增長前景 就仍然不被看好 其實呢 中國政府真是未必有能力回天 畢竟財經網和財新網兩大網站 發表文章痛批當局的經濟政策有問題 結果導致文章被404刪除了 中共當局也因此出明文規定 不准唱衰中共國的經濟 評論中共國內的經濟已經成為政治問題 而且評論經濟會觸發國安系統的警暴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明白呢? 經濟領域已經開始了一場文革 就這樣的一個毫無自信的政府 還會有新的機會嗎? 我就相信不會了 一個人看不到自己的錯 也不准其他人說自己錯 這個人最終會走向毀滅 一個政府 盼舉國之力打壓不同聲音 只能夠說他好、說他妙、說他呱呱叫 說他走向衰落的 就被封嘴或者入監獄 結果就是要是人才外流 要是人才在獄中死亡 最後沒有人才 只是正德奴才 這個政權 就是等待完蛋的節奏 希望中共繼續這樣蠢下去 我們看好你呀 反過來我們繼續看 朱迪說 由於消費者對服裝品味的快速變化 中國零售商將會在時裝行業蓬勃發展 衝賣通、Tima和Shing等公司表現良好 中國的生育政策 將會繼續鼓勵夫婦多生小孩 包括現金津貼 甚至將生兩胎作為工作場所晉升的條件 因為中國很少有年輕人願意擴大家庭規模 而這樣將會限制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復收 和長期增長前景 但是我想這位占星師 應該沒有更深層地看中國 因為中共國鼓勵夫婦多生小孩 即使在意願上 可能是為了復甦中國經濟 令中國不至於短期內 因為人口問題 而在世界上消失 或者不被投資者看好 因為沒有投資者 願意將錢投入一個人口老化國家 這樣的國家 將會被視為沒有活力 沒有長久的消費市場 勞動市場和創造性 但是中國現在面臨另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信仰 導致的人性貪婪 在中共國這位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的崇禎皇帝眼裡 提供生育力是強國的關鍵 但是在他們的眼裡 養小孩也是為中共的器官行業謀福利 新浪新聞2013年3月7日就報導 醫生說應有儀器官捐贈 給成人而推行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自行搜索 關鍵只是出身嬰兒的神成宮移植給成年人 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國內的相關報導 其中最能引起人注意的 應該是中華醫學期刊 全文資料庫裡的 在2021年1月20日發表的一篇題目為 《低齡嬰兒宮殤神移植給成人22例》報導 而且在查詢過程中 大家會發現 嬰兒成為成人的腎圓移植手術 在2021年以後 手段應該開始成熟 而在之前 到底有多少新生嬰兒被作為活體腎圓呢? 中共國內的張屬合案件 由最初說的 和二百多名小孩的買賣有關 到後來說只有七宗買賣 他死都不肯說出小孩的下落 這些小孩到底是賣了給人呢? 還是賣了給器官黑市? 那就讓大家自行判斷 由於烏克蘭和以色列的戰爭 導致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高昂 而且乾旱將會對農作物和缺水 造成重大影響 因此將會出現糧食短缺 在預測新教宗方面 由於年齡和健康問題 教皇方濟國在意大利準備辭職 將會選出一位年輕的教皇 女性將會出現在羅馬梵帝江教區 而在預測暗殺方面 世界領導人會被暗殺 在前一集的節目 我們才跟大家分享了 魯摩爾的2024年預測 其中有一項 就是預測了特朗普被暗殺未遂 所以不知道 朱迪預測這個世界領導人被暗殺 是與魯摩爾的預測相同 還是與柏克的預測相同? 在預測恐怖襲擊方面 世界各地將會發生恐怖襲擊 其中包括倫敦、法國、紐約和德國 特別是這些攻擊 將會集中在美國和英國的禮拜場所 以及購物中心和公共活動 此外 航空公司也可能被劫持 這可能與風水號的某些預測也吻合 風水號說 2024年交通工具會出現問題 在預測人工智能方面 將會接管很多工作 影響社會 機械人將會取代工廠的工作人員 在預測病毒方面 COVID-19和其他變種病毒依然存在 而且病毒的影響將會持續到2024年 最新的COVID-19疫苗和流感疫苗聯合注射 將會導致一些老年人中風 在預測洪水方面 世界的某些城市 將會經歷大雨、大風和潮池 包括加利福利亞州 佛羅里達州 印尼和印度 而日本和加勒比地區 會發生洪水 在預測地震方面 洛杉磯、三藩市、墨西哥、阿拉斯加 日本和紐西蘭 會發生尼克特製5.8級和以上地震 2024年 幾乎所有的靈媒和占星師 都提到將會有很多地震發生 特別是剛剛新開開局5天 每天都有地震發生 所以請大家一定千萬小心 特別是在中國 不要說像日本最近那種強地震 就算是尼克特製5、6級以下地震 中國大陸的 無論是高樓大廈 或是平房 一般都是在劫難逃 當然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但就像我們一直所說 想要平安是有條件的 那就是回歸對神的信仰 重新成為神眼裡的人和好人 好,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吧!